生个女儿到底有多幸福,网友,看完之后,感觉儿子都是捡来的,宝宝三岁吧,我出门前会说早点回来,我即使买个菜几分钟回来,他都特别热情的扑过来说,妈妈你回来了,晚上睡觉前会给我说晚安妈妈,我必须得回晚安宝贝,有天他告诉我,妈妈你是我的公主,我是你的宝贝,最甜的优, 我想静静不过淘气起来,也能气死人,老公在外地工作,打电话跟我说不上两句话,让女儿接电话,儿子有时有什么新鲜事,就会抢电话大声告诉他爸爸,说完之后,他爸爸就是一句,嗯,让妹妹接电话,儿子是捡来的,我女儿非常暖心,喜欢默默的蹭在我怀里,抱着我把头靠在我肩上, 我难过了就一巴掌打爸爸,我爱我女儿,爱到希望以后生的都是儿子,这样全家只有一个小公主,全家都疼爱着一个小公主,但我又希望是个女儿,希望是像她一样可爱的女儿, 我闺女在我年后要出去上班时画了一幅画,下面就画了两个人,一个我一个她,写着我的好爸爸,还嘱咐我到上海了再看,当时眼泪就流下来了, 好闺女是爸爸对不起你,没能给你个完整的家,没能留住你妈妈,余生爸爸会好好照顾你,不会让你为难伤心的, 闺女小时候生气和我吵架,就让她爸爸重新给她换个妈妈我,想尽尽爸爸高兴的不要不要的, 还说找两个阿姨给爸爸,还要给爸爸买床,累奔累奔,我这是给自己生的仇人啊,自从有了她,我在老公面前永远还第二,十个月宝宝,一地,一周见爸爸一次,每次都很兴奋,吃东西她一口爸爸一口,就是不给我吃,吃完都是挂爸爸身上, 爸爸那边也不舍得放鹰儿车,所有歌曲都是爸爸去哪儿,其他都不要听,现在我孤独了,我家的两岁十个月,她爸爸给她开水果罐头,小游就眼巴巴的望着爸爸,罐头啪的一声打开了, 爸爸想逗她,就说啊,瓶子炸了,吃不成了,女儿愣了一下说爸爸,炸你手没有,爸爸当时就感动得不得了, 好,又自责,没事干嘛懂她担心啊,立马给她挑块水果,生个女儿到底有多幸福,你知道吗? 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感想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